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先画这个近景的这棵树 树干用双勾法 到上边的树梢呢 用单勾 这个树呢 画起来有一定的难度 所以呢 这个咱们初学的朋友呢 最好还是拿这个铅笔啊 或者碳条呢 先勾一下 再用毛笔画 它这个树枝的穿插呢 比较复杂 这树呢 是占这个画面的比较大的一部分 所以说这个树呢 一定要认真地刻画 因为后边呢 要点那个红叶 所以这个黑的部分呢 这个墨色这个树干树枝部分呢 跟红叶对比呢 也非常突出 所以这块呢 一定要用那个浓墨 如果这个树枝 画的这个比较有比较多的失误的话 这棵树呢 基本上就废掉了 所以这棵树呢 在这幅画面里面呢 作用非常关键 千万不能马虎对待 一定要认真地画 给它画准确了 画出这个精彩来 这幅画呢 几乎没有改动 差不多是完完全全的在临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一言 对我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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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幅画呢用色比较多 而用墨呢相对来说比较少 我们一般画国画呢 有时候往往不敢用色太多 用色太多呢 就有点像这个水彩画了 缺乏这个中国画的这个韵味了 但是这个钱松岩先生在处理的这幅画呢 虽然颜色很多 当然并不显得这个画面缺少分量 因为它这个墨呢用的恰到好处 所以说呢我们多联系一些大师的作品 对我们将来的创作 非常非常的有帮助 这个这个画是三个小时 好像在那个在站着跟着聊天呢 这个 都画了半个身子 底下没有 就好像是站在这个这花丛当中 这个 有一些这个雾气 这种异性 这种处理的方法 我就是非常大胆 因为像我们一般画画的话 一般会把这人的整个身体都画全了 所以说这个大师的一些那个 他水平高 有时候就也是高在这个 咱们一般人意想不到的一些处理这个手法上 我现在这个 一边勾这个远处这些树呢 也是为了让刚才这个近景的这棵大树呢 让它墨色呢 有一个干的过程 所以说呢 把那个大树勾完了 就继续勾这边的树 等这边树勾完了 差不多这个 进出这棵大树的墨色也就也就干了 所以画的时候呢 整个要照顾一下这个全局 让人省得这个浪费时间 如果你画一棵树 然后等它干 你这段时间呢 你这段时间呢 就浪费了 现在呢 画这个更远的这这棵树啊 这幅画里边呢 这个主要的都是这个 主要内容就是树 以树为主 所以这个树呢 一定要认真化 另外呢 我们这个林伯那个大师 那个原作呢 基本要按照他那个 原作 尊重他的原作 不要擅自给人随意的改动 有的学员有这种毛病 画什么都要给改改的乱七八糟的 我觉得这个这个习惯不太好 如果你要想想自己有一些想法 你还不如自己创作一副 先让我们林伯呢 那还是要尊重这个原作 大红 中国画颜料里边大红 来点点这个树 因为这个大红呢 点在这个白色的纸上 所以呢 它很非常漂亮 如果你要底下有墨的话 后来 这个大红呢 恐怕就这个 吹发这个覆盖能力 就可以用一些这个猪砂来点 因为有的时候呢 比如这个树呢 画在这个山上 山植上 它底下墨色比较重 然后用大红呢 它缺乏这个覆盖力 就用猪砂点 现在我们点在白纸上 这样呢 用大红直接点 这个没问题 看起来 click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